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继续的画一下这个画面 上节课人物和头发这两层呢已经处理完 那我们接下来去着手处理一下帽子椅子的这个涂层 帽子这个部分因为它距离头发和面部都比较近 所以说我们可以画的仔细一点 多多思考它的光源 根据光源的方向 咱们的帽子会受到什么样的起伏变化 而这个椅子呢大部分都被人物主体挡住 它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它的位置也是比较靠后的 并且受到光源的照射也并不是很多的这么一个物体 那咱在画的时候其实可以简单的一带而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那接下来我们再处理一下背后的这个装饰大蝴蝶结 以及剩下的这些零零散散的书籍颜料 或者是原规尺子这些文具 因为它们都是位于背后的 咱在处理的时候所花费的精力 其实可以少于前面的这个主体人物 大概画一下就OK了 咱缩小之后发现这个主体人物暗部的颜色 已经被我们调整的比较深比较黑了 而蝴蝶结合后面的装饰物的暗部 依旧是比较浅的颜色 那我们可以首先先用万能喷枪 先把最暗的地方给它喷的黑一些 跟这个主体人物的暗部几乎持平 调整好之后再放大进行深入刻画 这里我们再借着这个毛笔的笔头做一个强调 如果你把自己的作品大部分都画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就有点糊了 很不清晰 所以一定一定不要这样处理 尤其是新手朋友们特别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把所有物体都画的边缘很柔 完全不清楚 那我们要刻意的去把它的集足小毛毛 顺着走势给它刻画的清晰一些 咱们对比一下前后效果 大家记住这个差距 我们在画作业的时候一定不要犯了 只有这个面比较柔和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这种过度效果 如果说我们要画的物体 它本来就结构转折非常多 或者是非常尖锐的形式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刻画的别太柔 然后我们在画这个蝴蝶结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他不会给这个光滑的表面去画细节 一碰到光滑面就只会加一个柔和过度就完事了 其实呢我们可以顺着它的这个褶皱 给它来回滑了两笔 暗部进入亮部一点 亮部呢又进入到暗部一点 就是让它的边界线看上去没有那么的规则 像这种内容我们也不用加太多 就是象征性的画两个凸起 意思意思就比全是纯平面的 类似于圆柱体表面的那种转折 要更加的丰富 那也包括人物衣服上的褶皱 其实也都是这样来的 顺着结构去画凸起 根据光源去处理明暗交界线 就是这么个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记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的对比度会拉得更大一些 也就是亮不更亮 暗不更暗 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些装饰物 对比度就没有这么处理的这么明显 那这个就是正常光照下的光影画法 我们暂时先不要去考虑它 每个部分给它涂什么颜色 现在大家心里想的就是 它是一个没有任何色彩的白模就可以了 等后面课程讲到配色的时候 我们再去在这个基础上给它上色 那这个就是最最最普通的光影上色 但是未来我们画面当中 它肯定不可能都是这种方向的来光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画 两个特殊情况下的光源照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物 它后面是类似于一个大背景板 所以说打背光的不太现实 那我们现在呢 就让它从这个非常偏左的左侧来一个光照 然后按照我们之前所讲的方法 首先先在所有颜色图层上新建一层 然后正片叠底叠一个深色 先让这个画面整体偏暗 画面整体暗了 咱们才可以去给它布置光照 就如果画面都亮的话 光照就没有意义了 即便有光咱也显示不太出来 接下来我们按住Ctrl加Shift 从上到下去点一下底下这些最底层颜色的缩略图 也就是把这几个选区加起来 然后我们再按Ctrl加Shift加I进行反选 然后再按Delete 把选区之外多余的这些深色都给删掉 那这一步可做可不做啊 你保留着那些深色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层 用万能喷枪选白色 直接把左侧方向来光 能被光照的部分进行提亮 因为我把上面白色层呢 做了一个剪切蒙版 那它的效果就相当于 把正片叠底的这个深色涂层的颜色进行擦除 也就是说它不会直接把圆涂的这一部分变白 而是说把刚刚加深的颜色给擦掉 它还会保留我们之前所画的那些 在正常光源下的凸起结构 底下正片叠底这个颜色这么深 只是为了让我们画左侧来光的时候 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咱把光都画完了 就可以去调整一下正片叠底 这个深色涂层的透明度 这个涂层透明度降低了 它就会让整体的这个颜色看上去 没有那么的暗沉 调到我们自己眼睛舒适就OK了 那这个暗部调亮之后 咱们的亮部就看上去没有那么亮亮的发光的效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画好的这个亮部的颜色再复制一层 涂层模式可以改成线性简单 添加 最后呢 再根据光源进一步的对整个画面进行修正 那左侧光源照射的画面就画好了 接下来我们画另一种光照 我们在这个女生的手里给她拿上一个发光点 拿一个小灯泡 接下来呢 我们画一个点光源 之前也说了啊 点光源的特点就是发光的位置 光照会比较强 然后它会向四周散射啊 放射性散射 逐步递减 所以说呢 我们在当前光源的照射下 整个发光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小灯泡的周围 我们就直接用万能喷枪 把笔刷调大 选一个白色 先轻轻的把周围呢 进行提亮 提亮后的这些位置倒是颜色变浅了 但是它也被我们这个白色给搞得很平面了 没有凸起的感觉了 没有立体感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去换一下颜色模式 这个颜色模式 我们没有必要每一个都去搞懂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挨个换 看一看效果 总之呢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刚刚画好的这一圈范围 整体变量 但是不要影响到暗部凸起的这个立体感就可以了 那这个柔光模式是刚好可以达到咱们的预期 咱就直接选定柔光模式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万能喷枪 然后笔刷的模式改成线性简单 这个模式会越画越亮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发光球周围的部分进行提亮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离它最近的首部 首部给它大面积提亮之后呢 我们再去画周围的可以受到这个光线照射的部分 一定要顺着光源去画 每一个立体结构去思考哪一个面会被照亮 我们就把哪里进行提亮 那么就会让它更好 我们就会看似的 然后呢咱放一起对比一下 这个是正常光照下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偏左侧来光 这个呢是加了一个点光源的效果 不同光照下人物的样子也会略有不同 那我们本节课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